好 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最后一针了 我们在最后一针这里 把这一针给勾完 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帽子给它转过来 转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第一个针目上面 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是正面 这个帽袋啊 这里是正面 然后在第一针上 给它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里一个短针 我们就这样一直 在这一排上勾短针 在第四六排上勾短针 一直勾 勾到最后 勾到另一边 然后去勾另一个帽袋 就这里一直是短针 这个短针的针法比较简单 另一边呢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勾 用同样的方法先勾六十个辫子针 勾好六十个辫子针上面 在辫子针上勾出来 每每一个洞里面勾出来 一个短针 再勾到最后 然后我们留线 断线就可以了啊 这样帽袋就勾好了 然后这里我就不再多讲了 大家用同样的方法 把另一个帽袋也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呢 我再来讲其他的配件的勾法 这里大家就自己完成吧 因为勾的也需要时间 我一直在这 好 大家自己完成吧 就这样 用这同样的方法 把另一只转到这边来 把这一边这一只帽袋也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再讲